我穿进恐怖游戏,得到技能,对BOSS恋爱脑 这个技能让我被骂作废物 事实却是,拒绝我表白的BOSS会被我强制抹杀 后来,曾经拒绝我告白的大BOSS复活出现 他伪装成乘务员在列车上查房 我把他拉入车厢,反锁房门,扼住他的喉咙,低声笑道 亲爱的,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S游戏即将开始,副本难度,SS级别,参与队伍5只,总人数19人 副本采用阵营机制,玩家和NPC共同分为好人阵营和坏人阵营 玩家中好人阵营的角色有平民,无特殊能力,神父,神职,无限抵御 可就好人一次,猎魔师,神职,坏人阵营角色只有恶魔 所有玩家仅保留角色卡能力,夜晚正式生效 个人技能有一定几率出发 NPC好人阵营仅有平民,坏人阵营仅有恶魔 好人阵营杀死所有坏人,是做阵营胜利 坏人阵营杀死所有神职或者所有好人,都是做阵营胜利 游戏分为个人胜利和阵营胜利 阵营胜利享受特殊福利,复活一位本阵营的死亡玩家 本次副本中,玩家杀死玩家,不扣除任何积分 接下来,请抽取本次身份卡 请注意角色是否有隐藏任务 冰冷的电子音结束,一叠精美的黑色卡牌在半空中浮现 后车厅里安静下来,所有玩家同时看向空无一物的前方 我翻转牌面,几行字映入眼帘,底下是密密麻麻的字 读取完毕,卡牌化作点点星辰 后车厅的玩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二 队长小声感叹,何其有幸 我们第一次经历超S级副本 说完,他隐晦地比了个十字架 队长是神父 送着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平民 队长表情空白了一瞬,眼里闪着期望的光看向我 我微微一笑,我负责杀恶魔 他缓缓松了一口气 弹幕热闹起来,全员能力回收 超S副本都这么不讲道理吗 队长差点以为,第一次超S副本要被团灭 而不是断腿,说的好听是阵营 其实是变相鼓励玩家自相残杀 点一手凉凉背着 我不相信有人能通过副本 堂姐,我本是小队吉祥物 却被迫成为全队武力之担当 巨大的鸣笛声响起 不远处一辆黑色铁皮列车徐徐驶来 女乘务挂着职业微笑 请各位乘客上车 车上,她介绍到 列车为旅游专线,仅停靠终点站梦幻小镇 列车共六节车厢 有不同的功能和开放时间 白天时,请低声交谈 保持车厢安静和整洁 您所在的是六号车厢 是艺术画廊 仅在白天开放 车厢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作 全是栩栩如生的人物画 表情各异 色调却是阴暗诡异 女乘务笑容满面 说出的话却让人起鸡皮疙瘩 如果您觉得画中人动了 那是您的幻觉 请您不要触摸画作 有人问为什么 女乘务微笑 这就为您解答 下一秒 问话的玩家被无形的力量狠狠推到墙壁上 整个人趴在墙壁上 脸贴着一幅画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画上面无表情的女人突然咧嘴一笑 星红的嘴宛如巨大的阔弧印在惨白的脸上 一双瘦骨伶钉的手凭空出现 死死固住玩家的脖子 玩家拼命后退 脸都憋子了 也敌不过女人巨大的力量 她绝望地看着自己半截身子融入墙壁 她的队友惊慌失措 大叫着让人帮忙 女橙物食指抵在嘴唇上 导致安静 与此同时 她被无形的力量掐住喉咙 整个人悬空 双腿奋力蹬踹 几秒后 画中女人露出幸福的笑容 消失的玩家站在她身边 表情定格在惊恐的瞬间 系统提示 玩家死亡 身份 平民 她的队友被摔在地上 双眼突出 脸色发干 不再动弹 女橙物提起她的衣领 打开窗户 毫不费力地把人扔了出去 系统提示 玩家死亡 她的窗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两边的窗外空无一物 列车如同漂浮在白茫茫的虚无之中 她的微笑看起来像是恶作剧得逞 随时保持车厢整洁 如果各位对规则有任何疑问 可随时提出 我很乐意为您解答 玩家们相互对视 起整换衣的沉默了 脚底不着痕迹的动作 纷纷远离墙壁上的画作 弹幕纷飞 NPC 我不喜欢解释 我一般直接演示 我好像爱上了这个NPC 她的笑容 让我换是唐姐老公孟庆 楼上好品位 孟庆是谁 唐姐又是谁 欢迎楼上新观众 唐姐是能暴力通关 首思BOSS的女人 孟庆是小队以前的成员 一次副本中死了 女乘物拉开5号车厢的门 做了个请个姿势 午餐时间到 请各位到5号车厢享用午餐 没有人敢质疑女乘物的话 听话的不如5号车厢餐厅 请不要浪费食物 她说完 一位男乘物推着餐车 从4号车厢走出 对方一身黑色制服 修身优雅 勾勒出漂亮的线条 她的眼睛藏在冒岩的阴影里 笑容淡漠 新鲜牛排一份 祝您用餐愉快 玩家揭开餐盖 脸色僵硬地说了声谢谢 是挺新鲜的 血淋淋的一块生肉 还时不时微微跳动 在对方的注视下 她面色扭曲得切下一口肉 哦 面对男乘物冰冷的面色 她急忙把吐出的肉塞入口中 这下吐得更严重了 几乎药味都要吐空了 请不要浪费食物 女乘物冷冷重复道 连人带桌 全部扔出窗外 不久后 系统提示玩家死亡 身份 平民 不少玩家脸色苍白 忍着恶心吃下牛肉刺身 倒是有几个玩家 咀嚼的动作 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抗拒 我们是最后一桌 队长眼神真挚 小狗眼亮晶晶 我对您准备的食物 没有任何意见 可惜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宋志鹦鹉学舌 男乘物愣了一下 目光转向我 和我对视 一阵轻颤只见泛起苏麻 是孟庆 他又套了个NPC的身份 他曾冒充玩家 想杀我 却被我反杀 后来我发现他复活了 恋爱脑技能 让我黑化成病胶 追寻他到不同的副本 你是 您吃吗 那张风影饱满的唇瓣 轻轻一动 勾得我心神荡漾 吃啊 队长在桌底下踢我 让我回神 请给我一杯温水 我站起身去接 列车突然急刹车 我假装站不稳 半杯水洒在他身上 烈的饥饿感突如其来 我眼睛发直 盯着他的胸口 孟庆 我 饿字还没说出口 孟庆打断我 挂着疏远有理的笑容 女士 您认错人了 认错人 饥饿让我的脾气 愈发暴躁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气势汹汹地盯着他 让我仔细看看 是不是真的认错人了 他回望我 不过十几秒便扮下阵来 脸颊肌肉绷紧 眼睛看向地板 我真想提醒一下他 下次要不换个皮肤 黑点的身体 至少害羞的时候 耳朵别红 真的很没有气势 我的气消了一大半 勾起嘴角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他装作不在意地点头 收拾餐车要走 我笑咪咪道 真不怪我认错人 谁让你跟我死去的老公 长得那么像 他动作一顿 被我惊得猛地抬头 瞳孔咒死 对面的队长 一副见鬼的表情 弹幕欢声笑语 地狱笑话 不懂拒绝的安人 被迫吃下新鲜牛排 队长目测失忆 我说的是性格 你不说还好 你一说 我就想歪了 最近几个副本 堂姐都在疯狂聊NPC 类型都和孟庆差不多 从此我爱的每一个人 都有你的影子 堂姐的眼神 我笃定 她想吃的是NPC 楼上的 注意言辞 我们是正经的恐怖游戏 不瞒各位 我也想吃 妥妥的制服诱惑呀 感谢堂姐赏赐的福利 用餐时间很充裕 我走到一个平头男面前 请问是申哥吗 我是 不过小妞 我可不认得你 她粗利的声音 瞬间激活我久远的记忆 我失去重伤前所有的记忆 昏迷前最后的记忆 就是她袭击了我 为了抢夺我的干粮 她差点害死我 却认不得我了 我随口编造 说她举手之劳 救我性命 我装作一脸崇拜感激 她信以为真 孟庆不知道什么出现了 已靠在车厢门口 眼神沉沉 嘴角紧绷 她换了衣服 马甲掐腰 显得腰细腿长 好不容易强行压下去的饥饿感 又涌上来 全齿隐隐作腾 我有种想要咬什么冲动 只能舔着牙齿稍稍缓解 窗外突然变得漆黑一片 系统声响起 列车三十分钟后 进入夜间模式 时长八小时 所有身份卡技能生效 玩家手中出现了车票 标注了姓名和卧铺号码 三号车厢是休息车厢 供时间标间 每间规定最多住两人 知道申哥是一个人住后 我朝他暧昧一笑 晚上我来报答你 他面上一洗 孟庆的脸刷得黑了 一眨眼 孟庆不见了 金属门框上留下五个纸印 我们三人回到房里 达成一致目标 优先保证个人胜利 阵营胜利是顺带的事 宋志看了我一眼 猎魔师技能只对坏人生效 话而言之 他杀不了好人 利用猎魔师 我们可以划分玩家阵营 队长 玩家死亡 系统自动公布身份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测试是否有人假扮猎魔师 我直接了当 我知道谁是恶魔 最少有三个人是 用餐的时候 我们一桌在车厢尾部 从我的角度 可以观察到大部分人 其中三人面对生牛肉时 眼里闪过一丝 无法掩藏的渴求 系统提示 列车30秒后 进入黑夜模式 队长 你们保护好自己 我尽快解决恶魔 由于标间规定 我无法继续逗留 时间一到 车厢陷入黑暗 角色技能同步生效 世界在我眼中如同白昼 视力不受任何影响 我赶紧敲门问 你们看得见吗 里头队长说没影响 但宋志却说 伸手不见五指 看来在这种环境下 除平民玩家 其他玩家不受影响 一出门 隔壁就是我的卧铺 站着脸色阴沉的门神 你是 您去哪里 我心里想发笑 勉强下压嘴角 找人 他像只要膨胀的河豚 浑身刺都炸起来 他伸手拦我 被我反手抓住胳膊 拖进房里 反锁房门 我一把扼住他的喉咙 亲爱的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肌肤接触 作怪的饥饿感消退了一点 他指示我 眼底隐约有翻涌的星红怒火 你找人做什么 大概是气急了 静语都忘了 我拉长声音 约会 这句话激怒效果拉满 我眼前一花 形势颠倒 孟庆半个身子压上来 他一说话 连带我的胸腔也跟着震动 你再说一次 语气听着很冷静 前提是 狂怒下的心跳没有出卖他 不是喜欢和我装磨声人吗 我嘻嘻笑着 看他一汪波澜不惊的湖水 被我搅得风起云涌 我抵着他的额头 距离近的只要说话 就可以碰上嘴唇 孟庆哑巴了 像被钉在原地 炽热的呼吸一下停了 手上力气松了不少 我重获自由 隔着薄薄衬衫 能摸到他肩膀上 凹凸不平的伤疤 是我的名字 上次副本告白悲剧后 我拿刀在他肩膀上刻上的 扬言 不管他答不答应 都是我的 孟庆是大boss 有很多个化身 他可以轻而易举 换一个毫无伤疤的身体 可他留着了 想到这里 我心里莫名一软 心肩发颤 骗你的 他浑身一震 像是惊醒般 松了手 一个分神 他从我眼皮底下溜走 消失在黑暗中 弹幕化身尖叫击 唐姐把NPC拖进房里做什么 我们又不是外人 卧铺里有什么事 我就不能看的吗 官方你不开放卧铺内部直播 我怀疑你们想搞黄色 我想看妖精打架 但更想看唐姐干架 我掰下卧铺上的一节栏杆 削尖头部 做成简易武器 车厢里空空荡荡 没有其他玩家的踪影 看来他们还不想这么快行动 毕竟夜晚长达八小时 活命最重要 我转身敲响旁边八号卧铺 听了清嗓子 分毫不差的模仿女乘物的声音 你好 茶房 请开门 感谢女乘物白天的立威 没有人敢质疑 更别说怀疑 里面隐约传来稳健的脚步声 对方并不受黑暗影响 只能是神职或者是恶魔 门应声而开 一打照面 我确认了对方身份 恶魔 果断用武器刺穿了他的心脏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整个人抽搐几下 软倒在地上 里头的玩家还在困惑 你们怎么不说话呢 我把人放到房间角落 一手刀把另一个玩家打晕 世界安静了 我去敲七号卧铺 里头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还有磕磕碰碰的声音 一个平民开了门 他瞪大眼睛 茫然而努力地辨别 眼前是否站着人 我侧身探头 去看里面的人 也是平民 于是两三句话 打发他去睡觉 六号卧铺并不配合 里面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却迟迟没有人开门 我喊了两声 失去耐心 抬脚猛力一踹 门应声倒地 一个男人和我四目相对 他紧张的神色一扫空 双手成了漆黑的利爪 朝我扑了上来 第二个恶魔 我矮身一躲 避开对方的攻击 一跃跳到对方背上 高高举起武器 狠利一次 扑斥一声 温热的血液四溅 长毛贯穿对方胸口 他拼命嘶吼着发出惨叫 在地上爬行 留下长长的血痕 车厢中的其他人被惊动 门锁声错落响起 我不再伪装 我只杀恶魔 背后传来凌厉的风声 我抽出武器 反手格挡 抵住了对方的利爪 同时提袭击中来人的心口 趁对方连连后退 我一抬手 武器扎穿他的喉咙 第三个恶魔 唐可完成三连杀 说好的废物呢 楼上是多久没来直播间了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唐姐的存在 就像安睡库般安心 我宣布 唐姐就是我的新老公 十号卧铺门开了条缝 肯定是队长在偷看 我找到申哥 他看到我脸上的血和武器 反应过来 小妞 刚才那么大动静 是你搞出来的 我直接攻击 他猛了一瞬 大喊 我是猎魔师 你杀恶魔 我和你同一个阵营 想要在同一个副本 遇上仇人 有仇不报是傻子 我手下动作越发凌厉 猎魔师的圣光袭来 我抬手挡下 一阵强烈的灼通过后 胳膊上呈现大片 黑红溃烂的烧伤 申哥一愣 看看远处倒地的恶魔 又看看我 你 你是 我一棍子用力 砸在他的太阳穴上 我把他一路拖到六号车厢 门上几个荧光大刺 内有恶灵 夜间请勿进入 我打开门 整个车厢里鬼哭狼嚎 无数灰影在四处急速飞舞 像被困在笼子里的愤怒野兽 见到我 他们骑刷刷停下 血红的眼睛虎视眈眈 用餐愉快 我微笑着 把声歌扔了进去 门后传来血肉撕裂 和咀嚼分屎的声音 车厢连接处 剧烈震动起来 发出诡异的咔哒声 像是什么东西在断裂 我迅速退回五号车厢 正疑惑着 几秒后 六号车厢脱离 停在了原地 随着列车急迟 不远处碰的一声 六号车厢在黑夜中 绽放成一朵巨大的焰火 无数灰影被释放 发疯般追逐列车 列车喇叭滋拉了几声 一个男人虚弱的声音响起 救 救命 列车被劫持 广播被打断 女橙物甜美的声音 如同恶魔低语 各位乘客 我们将更改目的地 欢迎前往地狱 恶灵纷纷穿过玻璃 顺利进入 数量太多 攻击不过来 不远处的车厢里 时不时亮起盛光 夹杂着恶灵的怒吼 和玩家的惨叫 我赶紧往回跑 去找队长 想活下来 就得先解决女橙物 队长护着颂志 上半身血淋淋的一片 所谓的无限抵御 是受伤后 伤口会自动愈合 但这不代表不会受伤 也不代表不会痛 我直截了当 去车头 干掉女橙物 不然我们都得死 不愧为群众认证CP 永远对对方的后盾 梁管宝 这么忙 唐可忘了 能力备尽了吗 不是说 有一定几率出发吗 唐解性运值点满 应该 没问题吧 他有病吧 为什么要害死深歌 他也是猎魔师啊 他说的是暴打 其实是报仇吧 说了要凉吧 就剩下两个猎魔师 准备团灭 宋志在黑夜模式里 就是半个瞎子 我拖着他在前面 跌跌撞撞地跑 队长当肉盾 负责店后 我们一路跑到二号车厢 恶灵集体刹车 似乎畏惧什么 车地板上燃着浅浅的地狱火 车厢映照的通红一片 我做小白鼠 先跑过去 宋志刚走两步 被队长满脸怒气扯回来 你不知道痛吗 低头一看 宋志腿上被地狱火撩起一串水泡 迅速溃烂 还好面积不大 队长把宋志背过来 一路上痛得面目扭曲 倒吸凉气 腿上的水泡不断生成 破裂 溃烂 愈合 循环往复 宋志掩藏不住脸上的心疼 我透过门上的玻璃小窗看了眼 队长也凑过来看 沉默了数秒 里面是十来条通体漆黑的地狱犬 眼睛心红 獠牙翻飞 口水滴答 这要开门蜂拥而来 铁定要被咬得面目全非 我就地取材 拆了几根钢管当武器 宋志打量了一眼环境 留门缝 依次解决 身为肉盾的队长 负责控门 保持门缝宽度 一只只狗头 在门缝挤破脑袋 呲牙咧嘴 我和宋志眼疾手快 像打地鼠一样 宋志手起棍落 头骨碎裂的声音 此起彼伏 我一棍子下去 地狱犬脑花似箭 门口很快堆满了地狱犬的尸体 我和宋志对视一眼 示意队长开门 没想到还有两只漏网之鱼 张嘴低吼 飞扑而来 宋志一沉腰 棍子从地狱犬的口中 贯穿他的脑袋 另一只被我踹到玻璃上 连狗带窗砸到车外 队长松了一口气 卷起衣服去擦手臂的血 被地狱犬咬到的地方 全部愈合了 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我不会得狂犬病吧 我朝宋志台下巴 队长 狂犬在那呢 也没见你得狂犬病 宋志没好气 瞪我一眼 砰 车头的门突然一下被什么撞开 地狱火的红光下 一条巨大的地狱盲探出头来 力尺闪光 他庞大的身躯后面 是车头控制室 地板上躺了一个人 想必就是可怜的列车长 他扫了一眼 口吐人言 你们把我的宠物都杀了 是女乘物 他果然不是普通的NPC 而是BOSS 被动技能一见钟情生效 我一眼锁定他的弱点 打蛇打七寸 与此同时 他的红眼睛锁定队长 脑袋如同利剑般射去 恶心的异教徒 他低头攻击的瞬间 一跃跳到他的脑袋上 这是BOSS 我来 我踩在他身上 如履平地 飞快地奔向他的弱点 地狱盲立刻身子趴平 挤满了过道 开始死亡翻滚 我不得已跳到桌子上 等待时机 他健壮 蛇身猛力游动 所有桌腿挤成一团废铁 桌子摇摇欲坠 他挺直上身 蛇心丝丝 红眼睛一闪 讥讽地笑道 小东西 说着张嘴袭来 车厢狭小 我被逼到角落 左臂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 正当我以为 手臂要被咬掉时 他身体一颤 恼怒地回望 原来是宋志和队长 在攻击他 下一秒 舌头闪电斑一窜 宋志被巨蟒缠住 不一会儿 憋得满脸通红 我得了自由 顾不上疼痛 抓起钢棍 就朝七寸使劲刺下 刺啦一声 尽数没入血肉 地狱蟒松开了宋志 躺倒在地上 痛苦地挣扎甩尾 力道之大 打破不少玻璃 啊 他发出尖利刺耳的惨叫 蛇尾卷起我 狠狠地砸向窗外 我反应迅速 右手扒着窗檐 唐可 撑着 我听到队长他们奔来 声音戛然而止 地狱蟒生前 最后的报复 让整部列车侧翻 连带宋志也被甩出来了 我的身体猛然下坠了一大截 抓住了 一抬头 队长大半个身子探出来 左手拽着我 右手拽着宋志 牙关紧咬 额头青筋抱起 他从牙缝挤出一句话 快上来 宋志没有回应 我才发现 他身上发青 嘴角全是血 人已经昏了过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 队长 宋志中毒了 那你先上来 我勉强笑道 我左手断了 根本使不上劲 不然我第一时间就爬上去了 队长脸色白了几分 腰腹扎在碎玻璃里 滴滴答答 洒我一连血 宋志那边滑落了一点 队长目自欲裂 呼救 我呼救的声音 飘散在漆黑的虚空中 无人回应 其他车厢里 时不时有盛光在闪烁 恶灵的攻击还在持续 队长快要撑不住了 胳膊上传来肌肉轻微撕裂的声音 我仰头看他 队长 就宋志 他中毒 我怕他先死了 他一下听懂 罕见的发怒 眼眶发红 闭嘴 我不做选择题 宋志对你很重要 他眼里似乎有水光 我当你是妹妹 家人也很重要 我愣了一下 心里说不出的柔软 难难道 我是家人啊 我和宋志又滑落了一点 队长难掩脸上的慌张和绝望 一颗温热的眼泪正好落在我眼角 自己也落了泪 哥哥 保重 唐姐掉下去了 我的女武神死了 眼睛要尿尿了 队长说唐姐是家人 唐姐听完眼睛都亮了 竟定了去死的决心 孟庆没了 唐姐也没了 双死GAT 楼上的你别刀我了 我难受 直播闪动几秒后 陷入黑屏 等我醒来的时候 身边躺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 竟然是我自己 记忆回笼 我摔了下来 粉身碎骨 口鼻中吐出了上个副本 吸收进体内的黑雾 黑雾化行为藤蔓 不知道怎么的 我的灵魂就跑到这里面来了 正想着 藤蔓复刻了我原本的身体 如同克隆人 生得一模一样 心念一动 又变成了藤蔓 我变来变去 最后呆愣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算什么 藤蔓是NPC吧 那我这样还是玩家身份吗 如果我不是玩家了 我会被困在副本吗 还是跟孟庆一样 能在不同副本间跑动 周围是无尽的黑暗虚空 我正寻找方向 发现身边漂浮着一个小光团 像萤火虫般 我一把抓住 紧接着脑中涌入一段记忆 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女人 她像只大型猫科动物般 懒洋洋地枕在我的腿上 她的脸像是蒙上了一层薄雾 我无法看清 我爱脸地抚摸她的脸 心里涌出无限柔情 我喜欢你 是孟庆的声音 这是她的记忆 我整个人如雷轰顶 心跳如骨 无名的渡火 在胸膛里熊熊燃烧 失望 愤满的情绪如洪水绝地般 从心底涌入 无数的枝条从我身后生出 如同鞭子狂乱飞舞 激起飞杀乱石 孟庆拒绝我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身上纹着我的名字 心里念着别人 我怀着满腔怒火 决定尽快返回列车 和队长会合 作为boss 孟庆肯定会出现在任务点 梦幻小镇 我摸索着走到尽头 是一面垂直的峭壁 不知道爬了多久 我用藤腕的形态 爬到了铁轨底部 不得不说 新身体很好用 顺带捕食了剩下的恶灵 这身体是一点也不挑食啊 车厢里的人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惊慌失措 你们又有什么恶魔袭击 我找到队长和宋志 兴冲冲从窗口钻进去 结果宋志一棍子砸下来 我眼冒金星 气得大喊 宋志 你恩将仇报 队长猛地站起身 堂可 我变回了人形 队长确认我是堂可后 抱着我又哭又笑 活着就好 靠着队长的捣鼓 列车恢复了行驶 车上除了我们 还有两个猎魔师幸存 列车来到梦幻小镇 小镇如同她的名字 美好的像幻境 鲜艳夺目的花草 笑容满脸的人们 连路上的狗看起来都幸福快乐 此刻正值夕阳 阳光给四处高饱和的色调 铺上一层暖黄 迎接我们的是旅店老板娘 笑容和善 领着我们去入住 她嘀咕了几句 似乎是在抱怨列车晚点 又奇怪 女乘务和列车长怎么没出现 她嘱咐我们 晚上一定要去参加勾火晚会 她一离开 系统上线 任务 请找出梦幻小镇的秘密 了解列车的真相 房里 队长认真研读小镇的宣传册 我觉得有些闷 走到窗边 天色渐暗 小镇广场亮起灯 有不少人在准备晚会 很是热闹 宋志低声道 如果不是你 我就没法继续陪他 队长看了几页 心冲冲跑来 宣传册上说 列车是小镇出前设置的专线 员工都是从小镇上招聘的 宋志晨音片刻 但是列车上有恶灵被封印 猎魔师可以消灭恶灵 我提醒到 系统说 NPC只有平民和恶魔两个角色 所以小镇不可能有恶魔师 她点点头 对 至于女成物是恶魔 她能出现在列车上 肯定也是招聘来的 队长赶紧翻页 负责招聘的是小镇委员会 会长就是镇长 篝火晚会也是她主持召开的 我一拍桌子 走 去找镇长 弹幕上满是惊讶 宋志是被队长救的 堂姐摔下 怎么也没事 这就是所谓 悬崖底下必有其遇 距离晚会 还有不到一小时 我们跟老板娘 打听到镇长的办公室 叫上了隔壁的猎魔师 按计划 两个猎魔师在外放风 我们进去找 果然翻到一些有用的资料 所谓的篝火晚会 其实就是献祭一事 用来复活亡灵 亡灵复活成功就是恶魔 复活失败就是恶灵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办公室灯光大亮 几名高大的护卫闯了进来 做格斗姿势 不用说 放风的两名猎魔师 就被放倒了 孟庆穿着古老雪白的祭祀服 神圣而美丽 一见到他 我的血液蹭蹭往脑袋上冲 心里怒气翻涌 化成藤蔓在体内蠢蠢欲动 老板娘破口大骂 我说几个外乡人 为什么打听您的办公室 原来是来偷东西 我勉强压着怒火 闭嘴 他是恶魔你知道吗 老板娘狠狠吐口水 镇长是大好人 你胡说八道 他淡漠仰手 捉起来 护卫一拥而上 纷纷褪去人形 化作身体通红的恶魔形态 老板娘并不吃惊 看来见得不少 自拉几声 直播又黑屏了 我恢复藤蔓形态 手臂般粗壮的枝条 把恶魔卷起 细长坚韧的枝条相互缠绕 化作根根利刃 恶魔一个个垂下了脑袋 被我扔在底上 孟庆打了一个呼哨 召唤其他居民 老板娘趴到了一个恶魔身上 哭得撕心裂肺 儿子 这声呼喊 把所有零散的线索串起 镇长复活的亡灵 是居民的亲人 难怪恶魔可以和平民共处 难怪恶魔可以成为乘务员 所谓的旅游专线 就是片外乡人的 如果乘客不听话 闯入六号车厢 就成为恶灵的晚餐 如果乘客听话来到小镇 就是献祭的羔羊 一大群人狂奔而来 涌进屋里 他们看到地上的恶魔后 眼睛闪着愤怒的红光 相继变化成红色恶魔 无数的枝条 化作尖锐的利刃 像漫天的剑语 准确无误地 瓷穿恶魔的心脏 藤腕枝条上 像盛开了数不清的红色花朵 即便如此 也没有恶魔胆怯 或是后退 直到最后一个恶魔断了气 居民的哀痛哭声 响彻屋顶 死了如此多的子民 身为镇长的孟庆 依旧面无波澜 脑中系统突然出声 玩家所有技能生效 是否使用 我接收到系统的提示 说明我还是玩家身份 我冷冷一笑 一把卷起孟庆 使用 囚禁黑屋 囚禁黑屋生效 效果 外界时间停止 实现15分钟 我浑身怒火发泄出来 枝条成为鞭子 孟庆身上白色的衣服 透出条条血痕 我上半身恢复人形 扼住她的喉咙 眼神疯狂 你拒绝我 是因为心里有别的女人 你知道我多喜欢你吗 一想到这件事 我就要发疯 我放缓语气 妈撒她的脸颊 痴痴笑着 你不会怪我的吧 你自己说的 你不怕疼 脑子一下又想到 她对别人表白 心里的怨气冲上了天 我看到了你的记忆 你对着一个女人说 你喜欢她 我要杀了那个女人 她眼里有些迷茫 什么 女人 我又气又委屈 五指扣在她的胸口 指尖开出朵朵雪花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真想挖出你的心 看看是不是冷的 我跑了那么多副本 为了见你 命都没了 还变成这副鬼样子 孟庆似乎痛极了 眉头紧皱 这副样子 可爱的 电流传遍全身 引起莫名的悸动 我的理智恢复了些 眼睛发亮 抱着她的腰 真的 规则 你知道了吗 上个副本 我问孟庆为什么要故意 让我杀她 她要求我领悟规则 我心情愉悦 趴在她耳边 黏黏糊糊的 我发现了 每杀一个boss 我就更加强悍 正常来说 通关可以升级能力 但我还额外获得了 其他能力 比如你最开始的 金刚能力 让我的身体物抗变高 力气变大 孟庆的眼睛直直望进来 眼神闪过惊讶和赞许 我得意洋洋 直条轻轻摇晃起来 所以你让我杀你 是为了让我 继承你的力量 说完 我眼底发热 手臂更用力抱住她 你让我领悟 而不直接告诉我 是因为系统监控你 而我是玩家 是外来者 不受到严格监控 15分钟倒计时即将结束 孟庆叹息一声 没有别人 不是我的 你不是 我一连猛 你说什么 还有 女橙物是怎么回事 她笑了笑 恶魔始终是恶魔 做事随心所欲 不受管教 时间快到了 你的台词呢 我第一次发现 我喜欢你那么难开口 恋爱脑技能 会强制要求 我抹杀拒绝表白的boss 我把头埋在她的脖子旁 眼睛注视着她肩头的疤痕 视线逐渐模糊 唐可良的字 有些歪歪扭扭 她的手覆盖上来 温暖柔软 我拒绝 我的手指用力 一直下线 摸到一颗温热跳动的心脏 我回到队长他们面前 系统提示 玩家堂可成功击杀boss 完成隐藏任务 恶魔的欺骗 成功隐瞒身份 致任务结束 猎魔师刷的 拿起武器对准我 你是恶魔 队长恍然大悟 难怪你不怕地狱火 我说都是神职 怎么区别对待呢 宋志捡起地上的武器 扔给队长 一脸淡定道 如果不是他 你们现在还被困在列车上 更别说活着通关了 你们躺着通关 还想杀人 白眼狼 两人沉默一瞬 面上有些挂不住 一人犹豫到 杀了他 我们就是阵营胜利 可以复活一名队友 我翻了个白眼 什么极限一换一 凭什么牺牲我换别人 系统 现执行隐藏任务福利 复活玩家恶魔三名 话音刚落 场上多了三个恶魔 我抱着手臂 兄弟们 猎魔师说要阵营胜利 你们同意再死一次吗 其余三人目露凶光 逼得对面默默放下武器 举手投降 白光闪过 我们回到了传送大厅 人群盯着大屏幕 讨论热烈 这次超S副本存活率这么高 19人进去 出来8人 让我看看 果然是唐姐又在发威 她什么人啊 超S副本里 也能干掉两个boss 我们在副本里 什么也没吃 加上各种受伤 打斗 体力严重不支 队长买了一桌吃的 我们三人疲惫的 往嘴里塞食物 孟庆夸我在副本里 藤岸的样子可爱 宋志投也不抬 乌骑马黑 凶神恶煞 他瞎呀 队长一巴掌拍他背上 不会说话就闭嘴 看多了 还是挺顺眼的 我一正 难道说 孟庆很熟悉我那副鬼样子 我一下惊醒 站了起来 他的三句话 是回答我的三个问题 没有别人 那是我 不是我的 我继承的力量不是他的 那是谁的 你不是 我不是 玩家 我的手指慢慢收紧 脆弱的纸杯 咯吱咯吱响 心脏跳动得越发快速 大屏幕上 一行闪烁的红字 吸引了我 死缠烂打技能触发 确定孟庆在那个副本中 诡异的是 那个副本没有任何玩家记录 后面还备注 最多三位玩家参与 就像是为我们特意准备的 副本名称 谜底 见我盯着大屏幕发呆 队长叹气 妹妹 孟庆跑不了的 先让哥哥吃口饱饭 养足精神吧 我默默把大半积分转给队长 入帐声哗啦啦响 队长一拍桌子 唐老板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宋志动作一顿 有些无奈 我悠悠一笑 做好准备 我们即将谜底 全文完